一张白纸如何变成钞票 人民币的制作过程为何离不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一般都采用纤维较长的棉纤维或者压麻纤维 方便后续制作出具有压光质地的人民币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 人民币采用的棉纤维是新疆棉花 之前HM等一众外企公元抵制中国的新疆棉花的行为 上了热搜 外企口中中国棉花质量不好的说辞 完全是瞎扯淡的 只要见过人民币质量的就不会说新疆棉花的质量不好 当然他们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这件事发生后 中国网友也公然抵制这些外企 希望他们日后可以长点记性 过脑子说话 除了质量需要保障外 人民币还要有超强的防伪功能 为此中国在每张人民币上都印上了水印 这些水印只有在阳光下才能被发现 而且这些水印不是后期天上的 是造纸的时候就造出来了 这需要高超的技巧 一般人 这需要比较高超强的 水印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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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